今天來教大家分叉匙的使用方法 我現在沒有服務池 所以拿一般的湯匙代替 然後去做飯店或是宴會廳 它就會有些比較舊的飯店 就是沒有那種一邊是湯匙一邊是叉匙 這種直接合在一起的 有些就是單獨是兩隻 單獨兩隻你就要學會如何去用它這樣去夾東西 然後湯匙一定放在下面 湯匙放在下面就是有些會有湯湯水水 你就要一直淋一點那個湯汁或是水 然後這樣去幫客人分菜 那這叉匙主要是為了讓它夾得比較穩 如果用兩個都是湯匙就可能夾得不是很穩 然後就這樣可以把東西直接夾起來 這樣子 把東西夾起來 把這個 那夾起來 那一般來說它這個會比較大 然後弧度比較 浮池的話這個湯匙的部分會比較大 然後弧度不會那麼圓 那就會比較好夾 然後會時常去分魚 然後夾起來 然後幫客人分好 那以前做宴會廳的時候 時常幫客人分魚 就是也會用這樣子 去這樣做一個分菜的動作 Und… 。